鬼異 二十大敏感時刻 網絡瘋傳北京最強反抗標語 拜登送習近平登基大禮 死路一條 應付中共威脅 應美加齊出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蓉 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在網絡瘋狂傳出消息指 13日上午 北京的三環四通橋上 有人掛了一幅巨大的環額 上面寫著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風控要自由 不要謊話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而在右邊隔不是很遠的環額 就寫著罷貨罷工 罷免獨裁國賊 習近平 相關的影片 也在推特熱傳 並用喇叭不斷循環 播放環額的內容 大翻譯也在推特 將內容翻譯成英文 被很多網民轉發 網民紛紛表示 帝都出了英雄 北京勇士佩服 不過掛橫額的是誰 目前還不得而知 有網民表示 人已經被警察帶走 也有人說 橋上的濃煙 就是反抗者自焚 不過這些說法 就無法證實 北京市民於先生向本台表示 這樣的舉動是民心所向 他說 境內肯定會封鎖消息 這個時機能夠貼出這個橫額 真是要很有勇氣 這也是中共把事情做得太絕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事 沒辦法的時候 才會做出這樣的事 民心所向 另外有網友指出 這是今年2月冬奧會的時候 的事 不是現在發生的 這個時候找出來 可能是有人故意炒作 中共二十大前 美國政府啟動了對中共的晶片戰 美國商務部10月7日 宣布到目前為止 最嚴厲的晶片出口管制措施 未來美國企業 若未獲得政府許可 不能將先進晶片和相關製造的設備 出口到中國 除了美國企業之外 凡是用美國工具 或是技術製造的晶片產品 也同樣受管制 另外 美國還禁止美籍人士 包括持美國錄卡的人 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 繼續到中資公司服務 這些措施被認為是 美國徹底和中國脫勾的步驟 財訊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在面書發文說 美國是將這些產品 技術和人才一起 三管齊下 美中晶片戰爭 對中共來說是死路一條 沒有回頭路 知情人士向日經亞洲表示 根據行業高層和公開文件 中國主要的晶片設備和材料公司 都是由美籍華人創辦 在中共的所謂自主晶片核心產業之中 有幾百名高層和專業人士 也是美國公民 業界認為 美國這一招夠狠 中國半導體廠裡的美籍員工 除非放棄美國籍 否則只能選擇離職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一家中國政府支持的晶片廠 他們的人力資源主管甚至說 中國晶片廠最怕的就是美國政府 阻止美國公民任職中企 這樣比阻止我們購買設備 更加令人擔心 這位主管透露 公司內部確實有人持有美國護照 而且擔任重要職位 還是公司核心人物 現在必須找到另一些人 繼續為公司效力的方法 但是非常困難 大多數人都不願意放棄美國護照 華興資本董事總經理 吳思浩向《金融時報》表示 說得遠轉些 中國企業 基本上已經被打回石器時代 路透社報導說 如果涉及美國公司或個人 供應商不能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 為中國工廠的非美國供應品提供服務和支持 因此即使是燈膽、彈弓和螺絲 這些輔助晶片工具運作的基本配件 也可能無法出貨 多間傳媒12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報導說 美國晶片設備供應商 應用材料、科類和科林研發 已經開始撤離他們安排在中國長江儲存的駐廠員工 並且暫停在中國的業務活動 另外據《自由時報》報導 美國半導體設備大廠近日通知中國客戶 即使是在10月7日美國宣布禁令之前已經下訂 給了訂金的設備訂單也無法交付 將會退還款項 業界預期今次美國的禁令並沒有緩衝期 這是與之前歷次出口管制不同的地方 封傳媒評論說 這是美國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送給習近平祝賀他登基的大禮 而這個時候 正值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前景不妙 習近平如何在二十大報告實現他的民族偉大復興夢呢? 這更會影響他未來五年的統治 能不能順利 封傳媒在最後指出 二十大是習近平最好的時刻 也是最壞的時刻 在毛澤東以來 權力最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也遇上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壓力 全世界都在看習近平如何回應 中共的戰狼外交對台灣不斷升級的武力威嚇 以及與俄羅斯的準聯盟關係等一系列舉動 令國際社會日益警告 近日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陸續有所行動 應付中共威脅 英國圍報近日披露 英國政府很可能在幾天內調整對中共的立場 正式將北京定為對該國的威脅 台灣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專賢向本台表示 英國這個舉動並不讓人意外 因為今年以來 英國政府的動作 的確是一直反映對中共威脅的感受 他舉例說 好像英國商務大臣 對中資企業收購英國電力公司等敏感的商業行為 加以限制 英國政府要再討論 關閉英國境內的31間孔子學院等 都在預告 英國正在警惕中共的威脅 英國全出調整對中共立場的同時 由5位加拿大跨黨派聯幫眾議員 組成的訪問台灣團 12日拜會了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和副總統賴清德 加拿大眾議員史葛諾表示 台灣是世界非常有價值的夥伴 也是經濟穩定強健的一座燈塔 對於全世界的和平穩定不可滑決 而在前一天 由美國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 國防情報器戰友支援小組 共和黨首席議員溫斯卓普 和聯邦眾議員軍事委員會的戰備小組 共和黨首席議員溫斯組成的訪問團 以及由聯邦眾議員莫頓 和海希力組成的訪問團 也抵達了台灣 並且在13日拜會蔡英文 王專賢指出 美國派出和國安相關的議員 是對國際社會 尤其是中共 傳達堅定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的 強烈政治信號 王專賢認為 美國和加拿大議員訪問台灣 在相當程度反映了歐美國家 擔心中共 趁國際社會聚焦俄烏戰爭的時機 攻打台灣 更何況在今年8月上旬 中共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 舉行了圍繞台灣的實彈軍事演習 日前有報導說 台灣製造的無人機 出現在烏克蘭戰場 打擊俄羅斯部隊 俄國專家聲稱 應該協助中共控制台灣 王專賢 我想這件事 都再再會令國際社會 包括日本在內 都會對中共的動向提供 高警覺 比過去更加注意台灣的安全 那我想 國際社會對於台海形勢的關注 對中共來說 當然會有震懾作用 據日經亞洲8月報導 今年截至8月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的聯合軍事演習數量 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50% 雙方合作在台灣周圍 潛在的衝突前線 加強威懾 在中共二十大前 中國多個地區爆發疫情 其中北京疫情也不例外升溫 北京疾控中心11號說 北京目前有15條傳播鏈 波及11個區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快巴停止 12號大批北京風台區的民眾被拉走隔離 北京風台區的州女士向本台表示 每個區都有隔離 我們風台區還是比較厲害的 12號定海區就有兩個地方 升級為中風險和高風險 在早前新發地不是有隔離嗎 而北京的朝陽區和昌平區 也多地受到封控 同時為防止外地人在兩會期間進入北京 當局還在馬路的湖南上方加裝了鐵刺網 據大陸經濟觀察網報導 由10月12號起 鄭州市高新區連續三天展開全民核酸檢測 並且要求一天兩檢 而不參加核酸篩檢的居民 健康碼將會以手機通知提醒 除了鄭州之外 廣州花都防疫指揮部也發通知說 10月13號對新華街和花城街部分區域 以及壽傳街部分區域 全民展開核酸一天兩檢 有網民在社交媒體發文說 一般核酸檢測報告都要六小時才出到 有時候要等十小時才出 一天兩檢 就意味著有一次核酸檢測是白做的 有網民就自詐說 還等什麼時候會取消兩天一檢 結果變成一天兩檢 還有網民說 會不會像吃飯一樣一天三餐 中共一刀切的防疫政策 不僅製造了很多人為慘劇 也催生了大量鬧劇 日前一位網民的貼文說 自己的鄰居 10號在河北燕郊開車去北京上班 在檢查站被攔截 原因是她的車曾經到過疫區 不能放行 但是她本人就錄馬 手機沒有彈通知 防疫人員就要她把車停在路邊 人就可以去北京上班 有網友諷刺說 下次就是人沒事 但是銀行卡裡的錢涉及疫情 需要把錢轉移到他們的賬戶隔離 接著還會有錢涉疫 家居涉疫 衣物涉疫 房屋涉疫 土地涉疫 你懂得的? 10月11日 微博帳號 愛閃西plus 發表了一則防疫消息說 因為疫情防空 需要西安多間學校 非中學畢業年級 暫停面授課堂 微博網友 民調刊說 將大家斗殺了 就不會有疫情 國語的諧音 就是將大家都殺了 就不會有疫情 誰知道這句說笑的說話 就被共青團 四川省委官方微博 四川共青團轉發 並配上文字 ZICI 支持 國語支持的意思 這個舉動 嚇傻了大量網友 紛紛說笑話 張憲宗人傳人 張憲宗是明末民變領袖 曾經在四川大屠殺 他的名字就是指無差別殺人 很快 當地各級政府 相繼採取了行動 四川共青團刪除了微博 同時取消了微博的評論功能 iSciplus也關閉了引發輿論一面倒的原始新聞的評論功能 微博官方也跟著採取相應行動 例如搜索關鍵詞 四川共青團 結果限制為 僅顯示南非帳號內容 而另一位網友發起的話題 諸柱 ZICI 很快就被封鎖 目前還未知道四川共青團 發表ZICI支持的原因 是操作失誤 還是真心說話 但是有網友猜測 四川共青團此舉 可能是為了向習近平表忠 網友紛紛表示 將大家都殺了 居然支持 可見說話不驚大腦 張憲宗逃村 很符合四川共青團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中共二十大之前 北京最強反抗標語 在網絡風傳 真真假假現在不得而知 觀眾朋友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建千萬寫 深夜 詞入盧 走 走 returning 邁得 走 冷